好大一棵南央山 这次也被莫兰蒂强风吹倒 就活活砸在民众的住家屋顶 把屋顶都给砸破了 而惹祸的大树不是别人的 正是高雄市长 陈菊关底的树 树枝 然后也是这样子 就集中到我们的那个采光罩 然后就从屋顶 穿透 然后到我们的 我们前面那个院子 然后所以就造成那个都是破洞 然后水全部往里面灌 树叶都是 走进屋内可以看到采光罩 都破了疑似管线也受损 再加上经过一夜的风雨 墙壁缝隙开始渗出水珠 一滴一滴往下滴 两个桶子接了一夜 满满都是水 所以整个还是没办法睡觉 因为我整个楼上全部淹水 楼下也是 天灾照获主人也很无奈 只能请市长百忙之中 平日也能注意一下 棺底的树木 不会说要他赔偿 因为这是封灾也无可避免 就是说树能够稍微定期的 修剪至少不会造成说 天后不好的时候 有这种事情 相关单位上午已经出动 吊车等机具前往处理 眼看接着还有台风要来 再不尽快完成修补 恐怕整个中秋假期 民众的家都得在泡汤中渡过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